喔 還蠻厲害的耶 它現在呢就是把我剛講的東西都已經就是轉錄下來了 你看開啟後設備開始自動錄音 我現在先講兩句話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它這邊其實轉錄的這個精確度非常非常的高耶 今天的最後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大家有沒有過這種抄筆記啊 或是做會議紀錄的經驗 就算你很努力的寫 它寫的多快 但你還是來不及呢抄下來所有的資訊 那甚至呢你回家呢可能還要再重點整理 然後會很浪費時間 這個時候呢如果有這一支 菲蒂普 小菲筆 AI 筆形 錄音筆 首先呢既然呢它是一支筆 那它一定可以去寫字嘛對不對 而且呢它寫字呢也要是可以就是替換筆心的設計 這樣子呢你才可以一直一直的使用 它還有內建麥克風和 AI 智慧降噪功能 所以說呢它可以同時寫字 同時錄音可以清楚的辨別人聲 所以說呢它這邊有一個開關 我直接把它打開 那它現在就已經開始錄音了 它這個錄音的檔案呢會直接儲存在錄音筆的內部記憶體 音訊檔呢可以透過後面呢這個磁吸上蓋 這邊就有一個Type-C的接口 那你就可以直接插上手機或是電腦來讀取檔案 好我現在就來實際使用給大家看看 好開機以後呢它的設備就會開始連接 然後開始自動錄音 那我現在先講兩句話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然後呢再加上如果我現在就是旁邊是如果有一些噪音的話 我們來看看它是不是也可以清楚的辨認我剛剛講的話 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 小河裡有白鵝 鵝鵝戲劇波 耶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它這個錄音跟它的那個文字稿轉錄的效果 喔 還蠻厲害的耶 它現在呢就是 把我剛剛講的東西都已經就是轉錄下來了 你看開啟後設備開始自動錄音 我現在先講兩句話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它這邊其實轉錄的這個精確度非常非常的高耶 我們剛剛在講中文嘛 那你看它下面呢這邊呢還及時的幫我翻譯成英文 然後呢除了我們常常用的英語啊然後中文啊 它其實這邊呢也支援非常多不同的翻譯語言 所以說它其實的那個應用範圍是非常非常的廣的 除了它剛剛那些我們展示的很酷的 比如說即時的轉錄功能翻譯功能以外呢 你本身呢它錄音筆呢的那個音檔 也可以直接的儲存在你的就是 錄音筆本機以及就是手機或電腦裡 好的那剛剛呢只有我一個人在講話 所以說它判別音檔的時候呢其實非常準確 就是一定是我講話嘛 那如果今天呢除了我以外還有別人講話 可能兩個人三個人講話 它還可以很準確的判讀嘛 我們來試試看 菲利普的這一台小菲比AI錄音筆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其實就是它可以用AI去重點歸納 我們就是錄音的內容還有會議紀錄的結果 所以說呢我現在自己就來講一段話 然後看它的這樣的摘要功能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昨天去做了重量訓練 那我昨天是練腿 練腿的動作呢我做了四個 第一個是深蹲100公斤 做了硬舉200公斤 做了還有什麼 腿推300公斤 嗯結束過後呢我喝了高蛋白 還吃了一碗豆花 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的那個錄音結果怎麼樣 那它的摘要呢其實做的還蠻清楚的 它這邊呢首先呢 它先幫我歸納我的這個對話主題呢 是健康與運動後的營養補充 其實蠻對的 然後會議摘要呢它就說 喔我今天呢就是做了重量訓練 然後分享了具體的訓練內容 還有營養補充措施 然後呢補充了蛋白質 然後還有一碗豆花 欸其實它講的蠻清楚的耶 然後它下面呢再做了一個大綱的介紹 這樣看下來呢其實還蠻一目了然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功能其實做的還蠻厲害的耶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就是檔案呢 除了呢可以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Type-C呢 直接就是傳到你想要的裝置上面 那它的那個手機APP上面呢 其實也可以直接的去 呃雲端分享你剛剛錄到的所有的文檔跟音檔 好的那到了節目的最後呢 也來到我們最期待的抽獎時間 抽獎的辦法非常簡單 第一步請先訂閱哲哲開箱 第二步開啟小鈴鐺 第三步呢請在下方留言 hashtag 哲哲開箱 告訴我們你最喜歡 菲利普 小菲比 AI 筆形錄音筆的哪一個特點 我們就會抽出一位幸運觀眾獲得一支錄音筆哦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表演